这两天呢 有很多兄弟们跟我发消息过来 说我煎鱼的时候 如何会粘锅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今天呢 我拿把网 到对面这个河沟里面 我去撒一网 搞几条鱼过来 我们来分享一个 煎鱼如何不粘锅的视频 好了 Let's go 刷鱼的话要把地方选好 这旁边一条沟 这边一条沟 这边一条沟 我们今天就把网 布在这个山岔路这里 好了行 我来打这个深厚 这是一个有输营的地方 有草的地方不能打 来了啊 有草的地方打了以后啊 你拉起来全是草 有输营的地方稍微好一点 有货 哎 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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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以后不能拉太快 拉太快了以后 它这个鱼喜欢沾泥巴 稍微拉慢点 漂亮漂亮 兄弟们今天有福了 咱们一会搞个胖头一次 刚才手机不小心关机了 这是刚刚一往打的鱼 打了几个翘嘴 几条鲫鱼 一个草鱼 打了几个胖头 今天晚上还是蛮有口福 接下来我们回家做鱼的时候 每一句话 咱们都得好好记一记 如何做鱼不崩油 如何做鱼不沾锅 走嘞 像这种小鱼的话 我们想它入味的话 可以直接撒点盐 撒点盐在锅里 今天我就不撒盐 我怕等一下说撒了盐 是为了不粘锅 我就不撒盐 油温稍微烧的偏高一点 记住均匀 煎鱼的时候 它不是锅底在煎 它边上也在煎 如果锅里面有这种黑黑的 这个是正常的 有时候是火开大的 它灵过在边上 有这种黑色的 做饭做完了 用钢丝球把鱼洗一洗就掉 下油锅的时候 尽量的火关的下 安全一些 这样煎鱼它就不粘锅 是不是 尽量是大火把锅的温度升上来 小火来煎 中火来煎 煎香煎透 首先煎鱼不粘锅 热锅热油润好就不粘 首先煎鱼不崩油 鱼身上不要有水 油里面不要有水 勺子铲子里面不要有水 有水就不崩 好吧 煎鱼可以 刚开始可以略多点鱼 那个油可以略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光是煎几下那一面 你还要煎上面这一面 是不是 OK 铁锅煎的鱼它就是两面金黄焦香四溢香气扑鼻 就差不多就这个情况 我相信你们学起来学的应该是很快的 尽可能的鱼身上水分擦干 尽可能用铁锅来煎 煎香一点煎透一点 开大火升温 小火煎香煎透 升温的时候一定要看到锅边上的油 不要凝固在锅边 如果说凝固的也不要怕 做完菜钢丝球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煎好了以后 沿入底味 喷花雕酒去腥 以你的口味去放你喜欢的调料就行了 酱尽量少在锅里炒 酱在锅里炒的太香了 会压住鱼的味道 我们是吃鱼的 您说是不是